你毁了我半辈子了 还不够吗 你现在要打人家 好想要的主意 你还好想起来 大不了我现在杀了你 我跟你同个余剑 停 我这是什么女孩 我这是什么女孩 请进 有事吗 我今天刚好有事录过这里 这不听说你家有喜事吗 过来给你带我洗呗 传出来真快 你未来的儿媳妇 是你以前跟我说起过的那个女孩吗 要不是之前 你给我添乱子 人家他们两个早起 我跟你讲 雨昕这个事情 我是一直觉得挺抱歉的 所以今天来 一是给你道个喜 二呢 就是想找个机会弥补一下 我弥补 怎么弥补 和我女儿生的造成 就算她会愈合 还是会留下伤疤的 我告诉你 弥补不了 那你想一想一个有心灵吗 再找一个 我说鸡女士 你在什么意思啊 一个李建制还不够是不是 你还想帮我女儿介绍 第二个李建制 第三个李建制吗 我女儿已经很可怜了 不必了 刘院长 你不要生气 这次啊 你就放心 我一定负责到底 给你查一个清明楚楚的 真的 你放心 小姨啊 这是我跟伯母给你的 来 收下吧 谢谢伯父 谢谢伯母 谢谢伯母 嫁妆 嫁妆 不是聘礼 这个你也知道 我跟你伯母和你爸爸 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是啊 是 这一次虽然我们是 娶儿媳妇 可是我们也有 嫁女儿的感觉 所以我跟你伯母 商量好了 她负责给嫁妆 我负责给聘礼 两样都给 好不好 对 好了 好 姜姨 也难过啊 可能这些话 你听起来会触动你的伤情 不过 这些话 都是我跟你伯父 这些情况 不过你放心好了 你在这个家呢 有我 还有你伯父 还有小姨 你会幸福的 你一定会幸福的 不要伤心了 伯父 伯母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太感激你们了 真的 这么多年了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说什么话 我们有你 我们才会幸福呢 对不对 老公 是 是 是 都是一家人 就不要说这些客套话 对 以后我们更是一家人 地地道道的一家人 我跟你伯母 你们有别的想法 希望你们与杰 两口子小日子 过得天天美美 我们就开心了 对吧 对吧 小杰呢 她说公司里面有很多事情 所以要很晚才回来 对 对 我说自己的 是 是 男人嘛 平时也 对 对 对 没有 对 对 好 你怎麼在這裡 總經理 我隨便看看 這裡有什麼好看的 我是總經理 想看哪裡就看哪裡 不行嗎 行 那你看吧 鑰匙忘帶了 鑰匙忘帶了 對 都已經回家了 結果發現鑰匙忘帶了 只要要回去拿走 你笑什麼 信在樂禍手上 我是覺得 有些事情是老天注定 想逃也逃不了 走吧 我肚子餓了 吃飯了 什麼 吃飯 你幹嘛老叫我吃飯 我又不去食堂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成語 叫做羞澀可餐 聽過 我又不去羞澀 我沒有說你是羞澀 如果你是羞澀 我應該也不用吃飯 你幫我拿看是不是 今天待遇不錯嘛 居然不是泡麵啊 當然啊 這個啊 可是我昨天買的掛麵的 你看啊 我還在裏面加了一個雞蛋 番茄還有蔬菜 所以呢 這碗要在欠款裏面 給我二十塊 二十塊 你毒肥啊 不吃啊 不吃就算了 放下 快點 不過就二十塊嘛 你欠我的錢 我在這邊吃一百碗都夠了 下子安安 你也不是裝口衣 請問這個又要算多少錢啊 這是飯後水果還贈送的啊 我可沒那麼黑色 我有西紅柿了 我吃西瓜 等你吃完了再吃吧 爹 這麼晚了還過來幹嘛呀 明天要派著休年假 我會過來幫忙 唉唷 我說你這孩子啊 公司難得一年放幾天假 你就好好的出去放鬆放鬆 跟女朋友約個會吧 你跑到這兒來陪我這老古董幹什麼呀 是我覺得 跟爺爺在一起工作 比交女朋友要開心的 哎唷喂 哎唷喂 老闆聽了沒 這嘴多甜多能說啊 哎 就是可惜這口禪了 要是拿去哄女孩子啊 你爺爺啊 早就抱上真孫子了 哎呀好了好了 你趕快去做事 你去做事 喂到家了 對啊 你剛才都不說送我回家 太過分了 你開車了我幹嘛要送你 哎呀 人家都是想多看你兩眼嘛 哎 我只是休年假而已呢 我不是去外地 別搞得好像我不回來的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你 你記得你答應我的啊 要給我打電話的啊 我哪有答應你要給你打電話 我只是說 可以接你電話嗎 晚上都一樣嘛 一天是個電話別忘了啊 哪有那麼多 就就兩個 我沒答應 是你跟我談談回家 哎呀 好了好了好 我現在有事情 如果你沒事的話 就先掛了 哎 你你再陪我聊一會兒嗎 哎呀 聊什麼聊 我都跟你聊一晚上了 我我現在要幫爺爺工作 拜拜 等等 天亮啊 女朋友 是 對 同事了 我說天亮啊 要不是女朋友 你就待會兒讓爺爺看看 爺爺我都跟你說了 她是女朋友了 好 好 不是女朋友 現在不是女朋友 等你以後變成女朋友以後 再待會兒給爺爺看看 爺爺的年紀雖然大了 但是爺爺能懂 好天亮 看你往那跑 好天亮 一個星期都看不到她 都不想去上班了 怎麼熬了 都怪你了 好天亮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啊 我是海街國際企業的千金大小姐 方雨昕的 我怎麼會看上你呢 你到底哪裡好啊 而且 你心裏喜歡的人還不說 可是我能理解你啊 喜歡一個人 是沒有理由 是沒有理由的 不管她是誰 只要你喜歡上她 她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沒有 每天圍著你壯 你一定覺得很煩嘛 可是如果我不煩著你 都不知道你還會不會注意到我的身材 都不知道你還會不會被別人傷心 好天亮 你真的是世界上最笨的男人了 我是最適合你的寶貝 你還不敢不會把我帶走 快點快點快點 遲到 媽媽早 早 妹妹呢 她怎麼還沒下來 每天去公司她比我們兩個都急急的吧 今天怎麼了 應該是在房間吧 是 丫頭 丫頭 快下來 你哥哥跟爸爸要去上班了 你再 快快快 遲到了啊 雨欣 走喽 爸 我不想去公司了 為什麼呀 工作不開心 還是不順利啊 怎麼了小姐 怎麼可能不順利 每天在公司串門子 要不然就是在辦公室裡面喝下午茶 拖子加油 我覺得比家裡還愜意 我看算了算了算了 不用去上班了 等一下媽媽帶你去逛街啊 沒有 我不去 逛街也不想去 公司也不想去 那你怎麼了 跟爸爸說說 看看爸爸能不能幫你 爸 你不要擔心 雨欣只有這個禮拜會是這樣子 等到這七天過後之後 她就會精力充沛 跟以前一樣 你誰都起得早 你誰都回來得早 你誰都回來得早 你那我討厭 我有說錯嗎 好煩啊 我真想簡單就 就馬上昏倒 然後七天以後再醒了 什麼意思 爸 你放心 等他想個明白 他自己會做出個決定 那那那你跟爸爸說 你確定不想去公司了 算了算了算了 去了去了去了 還嫁給我們聊 好 那我們走了啊 好好 爸爸陪你去練高爾夫 怎麼樣 開心一點 開心一點 好不好 哎 這個丫頭 我得趕快想辦法幫他 找個男朋友 不把他嫁出去 要不然他這樣也不是辦法 我們昨天拍的照片 怎麼樣不錯吧 不錯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是上班时间 我也只能跟你在这儿聊聊 不要紧张一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新班的家习惯吗 习惯 上下班都离得近了 更方便了吧 小居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那个 江一 你叫小居干什么 怎么了 我不能跟小居聊聊吗 这是我们的问题与它无关 请你不要扯到它是不公平 不公平 那对我呢 对我就公平吗 你怕我伤害她 所以跑来阻止我是吗 我在你心里就是个尖酸刻薄的女人 小军 对不起 今天不能跟你聊了 你先回避一下 我忽然觉得我自己很可笑 对不起 我只是不希望牵扯到其他人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请你相信我 不想伤害你 我这么做只是 不希望我们的将来会酿成悲剧 你拿一把刀捅在我背上 然后告诉我你不想伤害我 江一 方雨洁 你看见了吗 我在流血 我身上的肉被你一刀一刀地割下来了 我还要忍着 忍着你随时再给上我第二刀 方雨洁 你到底要让我惨到什么地固啊 咱们俩认识多少年了 我会那么珍惜你是因为 你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朋友 从我妈把咱们俩头对头靠在一个 一个婴儿床上的时候 就注定了咱们俩一定会纠缠在一起了 但是从晶晶到小菊 你什么时候给我留下一个位置了 我一直站在这儿等着你 我真的很想恨你 我真的很想恨你 我真的太想恨你了 但是我更恨我自己 我干吗要像一个乞丐一样 欺求你的感情 是我 我太想恨你了 有点大事 我还想恨你了 我不想恨你了 你不会一直影响我 你不会有什么都没震撼 你不会不会有什么震撼 我就不会遇撼了 我都会不会这儿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就不错 对不对 很大气 你看 而且这个立体感也很好 大小也合适 对吧 小姨 你觉得这个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 是不是 我眼光不错吧 那是我特别挑的 我还中意那个 真的吗 对 好好好 算你功劳大大的 而且我告诉你 里头摆个照片 这里 摆什么照片 这直接到时候印上就可以了 是吧 写名字是吧 对对对 这时候用毛笔在这写 是吗 回来了 小姨 回来了 小姨 喂 喂 喂 你是没看到人是吧 你没看到家里在这边 不会打个招呼啊 我这辈子也没看过 这么冷冰的男人 对自己的妻子怎么这个样子 就是 比我差远了 是不是这方面我做得还可以 有 有 有 比你儿子好一点 好多 我告诉你小佳 这个夫妻就应该跟我 我和你妈妈一样 是 又要这个恩恩爱爱 相敬如宾 这个举案凄美 也这样才对 知道吗 学了点 恩爱是学不来的 恩爱是发生内心的感受 只有自己去体会 我先上去换衣服 姜 姜姨 快快快 跟上去 快点 看他需要什么 帮 帮着他 帮着他 看看他 是不是需要帮忙 看 我亲爱的 这个结婚比我们两个当年结婚还要累 累死 是啊 这雨洁你听到我 冷冰冰的怎么这样呢 我看这姜姨更看 有苦可受的了 老婆 怎么办呢 我看一下骑虎难下怎么办呢 有什么怎么办呢 既然骑虎下不来 我们就赢了困难冲上去 迎头赶上 嗯 就这么决定 对 加油 来 加油 跟妈妈紧张 嗯 这跟妈妈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啊 就是一家人嘛 就是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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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你给我个答复 我不想跟你耗下去了 你能说话别那么难听啊 什么耗再去呢 我不知道我要给你什么答复 不要再逃避了 勉强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我不觉得我们是勉强在一起 我认识你二十多年了 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女人 比我更了解你吗 如果连我都给不了你幸福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谁能给你幸福 姜姨 你让我说几遍呢 我们之间是没有爱情的 你这样做只会让我们朋友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搞得最后连朋友都做不到 你知道吗 我们之间只有友情吗 如果我们之间只有友情的话 上次我要跟你分手 你为什么跑到我们家去 平命地求我不要离开你 我看根本就是你变心了 够了 你要知道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当初会去你家 纯粹是因为我心软 因为我错把对朋友的依赖 仗成对你的不舍 但是你不能拿这个借口 来自欺欺人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江姐了 而且你在导演一出悲剧 更可笑的是 你居然还希望这出悲剧 逐进一个大团圆的决局 你不觉得你有病吗 怎么了 怎么了 小杰 好什么呢 这楼下都停满了 别 别 别够 别够 别伤心啊 小梁和在一起总难免会 这样子磕磕磕磕磕的忙 江姐 别伤心啊 一会儿我让小杰跟你道歉啊 别伤心 别伤心啊 小杰 我下来 小杰 你别不下去 不要让你爸伤心 我跟你说 去 快 快吃 好好奢 jan 你不要哭 不要哭了 江姨 你别伤心啊 这个事情 我想大家应该做一下 好好地聊一聊 走走走 下去聊聊 别伤心 别伤心 走走走 快 气死 走 快点吃 说说吧 为什么吵架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这么多年 你们两个关系一直很好 是吧 从朋友到恋人 都知道互相尊重 体贴 怎么现在成了夫妻 跟仇人一样 刚才你们那样 我和妈妈看了 心里多难过 爸 妈 我不想结婚 哥 你疯了 你下个月就要举行婚礼了 当初决定要结婚的不是我 我一直没有表达我的想法 是不想让江仪太难堪 结婚完全是江仪 单方面的决定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我已经表达过很多次 我实在就无法拥有一段 没有爱情的婚姻 我先回去了 江仪 江仪 不要走 江仪 你这孩子叫我 你这这样子 快把你气死我 你太过分了 你简直是个混账 慢慢说 慢慢说 有话慢慢说 慢慢说什么 这 这 这像玩的吗 伯芬 你知道什么叫男子汉吗 那就是一诺千金一言九鼎 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多大了 小姐 即便是江仪 当时是单方面想结婚 你拒绝没有 没有吧 那就是默认 那就是承诺 现在怎么出尔反尔了 你知道吗 你这回毁了一个女孩的一生 你这回毁了一个女孩的一生 江仪 多好一个女孩 她为你付出这么多 你现在怎么了 你连一个机会都不给她吗 我什么都可以惯了你 小姐 这件事情是不行的 我可以容忍你把她娶了之后 如果你还过不下去 几年以后你跟她离婚 但是现在 你必须给我娶了她 必须 祝福地产生 你能不能执行 你不能执行 你不执行 你不是在我身上 我一年以后 是跟她那样 我以为你 你不执行 我执行 那是男生 之后 你也不执行 你不执行 我执行 我执行 好 哥 妈说她今天不舒服 昨天晚上一夜为你 一夜都没睡 头疼 我呢今天不去上班了 在来照顾她 好 哥 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不关你的事吧 是不是那梁小菊啊 哥 你真的很过分的 你跟姜亦姐 那么多年的感情 难道还敌不上一个乡下妹吗 你 你怎么能忍心抛弃姜亦姐呢 就算没有小菊 我跟姜亦走不到一块 那是我跟姜亦之间的问题 跟任而无关 你 这些男人都怎么了 一个个品位都那么低 天外也是 哥也是 这人被一个笑笑被迷了 自己都姓什么都不知道 好 喂 麻烦你帮我泡杯咖啡 雨昕今天没有上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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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妈 伯父您找我 妈 那个 坐坐坐 快坐 想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哎呀 哎呀 这个 昨天在家里 这小杰也是让我们惯得没一样 你看我跟你 伯母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伯父您千万别这么说 跟你们没有关系 这这小杰 这就是脑子一会儿一热 你都回头我好好说他 但是我特别奇怪 你们两个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按理说你们两个 青梅竹马 应该关系好得不得了 可是 为什么你们俩 就是走不到一起呢 他昨天也说了 他没有爱上我 我想 可能是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是朋友 忽然间要变成夫妻 他没有办法适应 这个熟悉了 不用再去磨合了 这应该是好事啊 这 这怎么就不能适应呢 难道夫妻都得是这种 不熟悉的人 才能结合吗 我也不去问你们 到底怎么回事了 但是呢 我就想表个态 我和你阿姨 是站在你这边的 我们希望你成为 我们方家的儿媳妇 永远不会变你 所以我也希望你 在诺巴里别放弃 这个爱情和婚姻啊 确实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 你看我跟你 那个阿姨 吵吵闹闹 这么多年我都那么明白的 我相信你这么聪明 都花点心思在小姐身上 看看她到底需要什么 都关心关心她 然后如果自己哪儿做得不合适呢 可以改改 这样不行呢就那样 是吧 试试 自己的幸福要自己去努力 才能去获得 是吧 总之就是 我们特别希望你们俩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给你好的人好 看样子我好像已经上瘾了 你记得吗 你刚来的时候 泡了咖啡跟糖水一样 超难喝 让我很不习惯 但是现在呢 反而我偶尔 在环境之内不味道 总经理 以后 请你不要再叫我泡咖啡了 我是清洁工 只负责 打扫卫生 你又来了 我说这句话不是在责备你 我知道 所以 我说这句话 也不是在赌气 昨天晚上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很感谢你 对我好 你关心我 照顾我 让我觉得 特别的温暖 但是 你已经选择了姜怡姐 就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虽然穷 但是我不能忘本 以前姜怡姐收留过我 我不能伤她的心 你和姜怡姐 已经订好结婚日期了 你拜托总经理 对她好一点 你每次重复这句话 你不会累吗 我的决定不会改变 对我 你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那是你的选择 但是请你 不要勉强我对别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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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怡姐 对不起 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因为我 害了姜怡姐 跟总经理吵架 我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 梁晓婷 我想你是误会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跟你觉得婚事出了问题 是因为你啊 我知道 你是关心我们 但是我们俩的问题 真的不是因为你 可能 雨洁觉得你很可爱 也很同情你 这些我都能理解 不过呢 仅此而已 我希望你不要误会 来 妈 喝水 嗯 嗯哼 你这吃了什么药啊 嗯 嗯 我吃的是啊 啊 头痛腰啊 头痛腰啊 哥也真是的 那我全家都这么不开心 那我全家都这么不开心 嗯 我今天躺在床上一整天 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为什么小吉他就是不肯娶姜姨 啊 真的是把我气死 哎呀 对了 他一到现在还是忘不了那个金晶 哇 我真是快被他气死了我 妈 怎么可能呢 妈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了 哥要是忘不了金晶 怎么会喜欢那个小菊呢 什么菊 什么小菊啊 就是那清涅工两小菊嘛 什么 你是说 现在在我们公司 那个清涅工 不可能 不可能 哎 你不要忘了 你哥哥是海贼国际企业公司的接班人 你也是我一手再配的 幼稚的人子 开什么玩笑 那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个丫头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妈 我说的是真的 没开玩笑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哎 你哥哥的品味跟妈是一样的好 他不可能会喜欢那个臭丫头的 那是投你吐气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妈 我说的是真的 哥哥亲口都承认了 就算没有梁小菊 他也不会跟江一姐在一起的 他也不会跟江一姐在一起的 你说什么 你给我说清楚 我说 哥哥爱的是梁小菊 我去 你气死我了 妈 你干嘛 不要拿我 你跟你讲啊 不准拿我 你气死我了 妈 你不能去啊 你真要让爸跟哥知道会生气的 生气 哎呀 那个死丫头敢勾引我儿子 他不要命了他 我非要去找他不可 rom初音乐 妈 你真的不能去 谢谢大家